如果化妆有分等级 轻逢化妆 而看完这个视频 你将成为王者 Hello 我是Ry 今天呢是一期干货视频 自从毛哥平改装之类的视频出现了以后 越来越多姐妹会更加注重 整体五官的一个协调程度 展现那种自然的天生的美感 而不是那种为了让人觉得你化了妆而化妆 像这种啊 虽然每个部位呢都化了 色彩也很丰富 但是就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看 这个呢就是无效化妆 那什么叫有效化妆呢 就是我们通过化妆这个手法 去将我们整体面部五官的优势最大化 而劣势呢去隐藏掉 像我这张平平无奇的脸啊 我觉得就是眼睛 对然后好像我就只有这个优势 那劣势的话呢 是我的黑眼圈真的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呢我的夏婷很短 导致我的中挺显得过长 所以呢一方面的话 我要做好遮瑕的同时呢 也不能让底妆显得过于的厚重 另外一方面呢 我要进行中挺的一个缩短 所以呢今天我要给你们分享一套 非常非常实用的有效化妆方法 其中呢也有许多小技巧 方便你们用在自己的脸上 建议收藏 开始化妆 底妆前呢我们需要先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处于一个 水润而不油腻的状态 所以呢拿出你们的小手 摸一下你们的脸蛋 如果既没有那种黏乎乎的感觉 也没有那种非常干涩的感觉 那么就可以上妆了 这点一定要紧记 不然之后的妆一定是一个灾难 防晒沉没以后呢 选一个滋润一点的妆前乳 顺着毛孔肌肤纹理向下去擦 在冬天的话呢 大干皮可以再滴两滴精油啊 在这个妆前乳里面 粉底呢用的肯定是这一款 然后挤两泵在手背上 用这种蛇形刷先刷开 让刷子的每一处都取上粉 而且量一定要非常的平均 接着呢再均匀的上脸 接着拿出这个气垫 用力哦一定要用力 让粉底呢牢牢的巴在你的脸上 这样的粉底呢它会特别特别的服贴 蒸瑕呢我一般喜欢在粉底之后 因为我黑眼圈比较重 我怕粉底上了之后会把它刮刮掉 用手指呢去占取这一块橘色的 因为冬天比较干 手指比较有温度 这样子容易让它软化 点掉鱼粉之后呢 轻轻地拍在这个黑眼圈的位置 不要拍到卧蚕的位置 就这样 其实呢遮瑕的粉一定一定不能太厚 点到为止即可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显得你的这个妆感很重 尤其是眼周的位置容易卡 纹卡的特别严重 接着取一个更亮的一个蜜黄色 也是在手指这个位置 先把鱼粉给点开 均匀地粘在这个小刷子上面 就一点点粉其实就够了 画一道在肋钩的位置 是不是其实马上就没有了 再用这把小刷子的鱼粉呢 可以遮一下最近的一些痘印 轻轻地戴一下就好 接着呢拿出一支液体膏光 在面中区域进行提亮 脸下的这个指甲三角形的区域 这样呢间接是给这个脸侧 进行了一个修容 面中提亮了之后呢 侧边自然地就有了一个阴影 这样的一个区域 这样子这边就瞬间砰了起来 因为我的中停长下停短 所以呢下巴也要提亮一下 每个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整体五官特征 然后进行调整 定妆呢先把这个散粉 倒在一个盖子里面 接着呢拿这个散粉刷垂直下落 以这种滚动的方式均匀地沾上散粉 滚一圈 然后走掉鱼粉 把它这样撑开 用力地按压上脸 这样子呢一个非常好看的底妆就完成了 让你们来看看这两者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接下来是彩妆部分 接下来呢是一个眼妆的部分 首先呢在颜色的选择上 日常妆 我们一般不选择饱和度过于高的颜色 并不用照高天下你画的眼妆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能够消肿 并且和我们皮肤颜色本身融合的很好的一些颜色 就比如这几块单色眼影的这种灰棕色啊 裸性色啊 浅粉色啊等等等等都是OK的 但是这里呢我还是要说一点 像是饱和度高的颜色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用 只是说我们需要用它的时候 统一搭配整一套非常完整的妆容 然后才能运用好它 就比如说你的眼妆是饱和度比较高的 那么你的腮红跟唇妆也得配合着一起来 所以呢日常妆中 我还是更推荐这些比较安全的颜色 所以呢今天还是选这几块颜色来画眼妆 手法呢其实是很常规的 就是上眼皮一个打底 一个加深 打底打好了之后呢 眼尾加深一下 其实这样呢上眼皮就已经好了 然后呢像我的眼睛其实是有点点上扬的 而且呢中停偏长 所以我的重点是放在下眼影和这个卧蚕上面 先把这里的打底给打好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眼妆也已经很好看了 因为它本身很干净很透 其实只要是干净的妆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 那我本身像这里的眼尾比较调嘛 所以呢我会更适合于开放式的那种眼瞼下质 那眼睛比较平或者下垂的姐妹呢就可以画闭合式的眼瞼下质 从眼部中端开始淡淡的拉出一条 但是不要和上眼线闭合 那基于这样的下眼线我们再画一个以致平行比较平缓的卧蚕 也同时缩软了中平 卧蚕还是非常重要的 画好了卧蚕之后呢感觉整个眼睛都放大了一倍 接下来呢再画个眼线夹个睫毛 那么这只眼睛就已经画好了 其实就是非常自然的放大了双眼 然后颜色看着也很清透 好喜欢今天的眼妆 然后眉毛这里呢我会按一贯的方式去画 因为我本身的脸是属于比较扁平的 所以不适合于特别锋利的眉毛 就需要呢眉笔先去填充一下颜色 再拉长勾勒一下眉尾 最后呢眉头刷顺就好了 每个人的脸型不同 有些姐妹呢就比较适合于那种调眉 有些姐妹就比较适合于那种长直的平眉 所以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五官去调整 我的话呢不喜欢把眉头画的离山根太近 不然的话呢会显得中庭更长 现在呢这边眉眼以上都已经好了 一会儿我给你们画一个就是那种 又浓又密的眉毛给你们看一眼 就是它在我脸上是一种什么奇异的景象 接下来呢要开始修容啦 鼻影现在呢我不会强行去这个眉头位置进行连接 从眼头开始呢也能缩转中挺 显得更加右态 然后呢再把阴影加在下唇下方 人妆 还有下巴这个角角 面侧的修容呢其实戴一下就好了 因为这一步也是很容易踩雷的步骤 腮红部分还是很重要第一 腮红如果斜向打的话呢是能够起到一个修容效果 能够让你的脸更长 那么横向打的话呢除了去提升气色以外 还能够去填补面中的一个空白感 先这样大概涂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去抿 然后呢我再会把上唇跟下唇都加厚一点 让它的这个起点就是在这儿 而不是在这儿 下唇呢也是 因为一般来说下唇的厚度都是比上唇要厚的 大概呢是这个样子 接着呢再选一个深点的颜色叠加在唇中 有一种那种非常自然而且饱满的感觉 可以呢微微提一下嘴角 减少这个位置的一个空白感 拿出咱们的小刷子 再清理一下 好了那么这样一个非常适合我的有效妆容就完成了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如果所有的方法都反着来 打造了一个不适合我的妆容 它是什么样子 那么今天的干货够干吗 如果觉得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的话 请在弹幕里扣个1并且三连一下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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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